觀眾朋友您好 歡迎收看南部開講 我是郭彩燕 首波今年入秋之後 首波的冷氣團來襲 北部可以說是冷嗖嗖 但是中南部呢 除了氣溫略低之外呢 早晚溫差很大 面對這樣的天氣 除了要注意保暖之外 三高患者更要留意 腦中風找上門 那什麼是腦中風呢 今天節目要帶您一起來討論 現在歡迎今天的三位來賓 第一位介紹是高雄市醫師公會理事長 王鴻宇 王理事長 大家好 第二位歡迎的是 高雄市立大同醫院神經科主治醫師 葉威治 葉醫師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第三位歡迎的是 高雄市營養師公會理事長 同時他也是高雄市 腦中風病友協會理事 許惠亞徐理事長 各位觀眾大家好 為什麼我們要談腦中風呢 因為他在國人的十大死因裡面呢 是年年榜上有名 這邊有個數據給大家來看一下 腦中風呢 在去年呢 是排名第五 那在去年的時候呢 他有一萬兩千四百一十六人是死於腦血管疾病 男生跟女生的比例裡面呢 男生是每十萬人口中呢 佔了61.9人 而女性是在每十萬人口中佔了有44.8人 這個部分我們要先來請教的是 王理事長 為什麼腦中風的死亡率將算偏高嗎 其實我們主持人比較年輕 民國七十四年我當醫生的時候 我們國家十大死因第一名是腦中風 一百個有三十個 那因為那個時候我們的高學的要不發達 擋固存傷症癌者要不發達 有一些腦初血 有一些腦梗塞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們這個國人十大死因 這個是去年最輕一年的 那第一名當然是癌症 現在將近三十percent 那第二名就是心肌梗塞心臟病 那去年比較特殊 就是COVID占第三名 其實平常的三四五都是肺炎 腦中風跟糖尿病 三個都差不多 大概都占死亡比例的六percent 那所以去年我們肺炎第四 那腦中風第五 糖尿病是第六 那這個是因為有COVID比較特殊 那我們比照一百零九年 一百一十年 那個時候COVID在台灣 還沒有造成大的傷害 我們心血短疾病都是第二名 腦中風是第四名 高血壓第六名 但是這個高血壓本來第七到第六 那腦中風都一樣 所以血壓控制不好 那如果又是膽固存高 就容易腦中風 所以其實我們腦中風的比例 以前是最多的 後來慢慢遞檢 但是現在大家要記住 一百個人往生 大概將近三十個是癌症 十三個人就是心臟病 那其他五到六個人 就是糖尿病 肺炎腦中風 那因為我們越來越老化 老化以後比較沒有抵抗力 就會肺炎 所以腦中風大概穩定 都是第四名算是相當多的 那當然原因很多 等一下我們可以來討論 那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疾病 我們要很注重他加以預防 那葉醫師我想請教一下 他的死亡率高是因為這個病症 都是來得又急又快 讓人防範不急嗎 是的 腦中風的話大致上要分區分為 就是缺血性腦中風 梗塞型的 跟出血性的腦中風 那比比例上來講的話 梗塞型的缺血性腦中風 大約佔八成 那其中有兩成是 出血性的腦中風 那至於腦中風 為什麼死亡率高 除了跟他一開始梗塞的 大範圍大小有關 像如果說他是大範圍的梗塞 他只會容易形成 變成腦部血案 高腦壓的情況 那在高腦壓的情況下 有時候就會很容易 出現一些併發症 那另外在相對中度 到嚴重的這群 腦中風患者 其實他之後很容易出現 很多的一些相關的併發症 因為腦中風會影響 我們的吞咽功能 會造成我們失能 失能的話就會變成說 在臥床 所以在一些吞咽功能受損的話 患者會比較容易出現肺炎 吸入性肺炎的後遺症 那如果是臥床時間變長的話 會容易有一些泌尿道感染 或者是壓窗的產生 那這些都是後續會加重 所以中體腦中風的死亡率 那許理事長我想請教一下 就是您同時也是高雄市腦中風病友協會的成員之一嘛 那就您的觀察腦中風的這個趨勢 這幾年來有沒有呈現什麼樣的一個變化呢 最近我們發現有年輕化的一個趨勢 就是以前我們都覺得腦中風應該是老年人 我們對腦中風定義是65歲以上 我們現在發現有50歲甚至30歲 我們在周遭的朋友 我們就會有看到這樣子的一個案例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腦中風 剛剛像葉醫師也有說了 腦中風的類型呢 我們大概有分為哪幾種 我們這邊也做了一張圖表來給大家看 第一個它分的是缺血性的中風 就是腦梗塞跟腦缺血 是因為腦血管本身病變造成血管狹窄 或者是因為其他部位血管內有雜質 或是血塊形成血栓 導致腦組織壞死和功能失調 常見的有腦血栓跟腦栓塞兩種 而第二個呢是出血性的腦中風 它是因為腦血管破裂 形成血塊壓迫腦組織 常見的有腦組織內出血 及株汁磨下出血兩種 第三個是暫時性的腦缺血發作 這其實又俗稱所謂的小中風 那因為是暫時性的腦部缺血 缺血引起的中風症狀 一般在24小時內可以完全恢復 不會留下任何的後遺症 這個部分我們一樣 先來請教的是王理事長 這樣的類型差別 缺血跟出血性 它在症狀上有什麼樣的差別呢 其實症狀不一定 不能說什麼症狀就是出血 什麼症狀一定就是梗塞 我們要做電腦斷層攝影才會知道 那我們舉個簡單的例子 一條河流如果氾濫了 那有兩個可能 一個就是水太多豪大雨 它就氾濫了 一個是下面塞住了流不過去 那所以腦出血大概就等於豪大雨 那大概都是血壓很高 腦血管就爆掉了 因為血壓太高了 或是它有腦血管流就破掉了 這樣叫腦出血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如果面積不大 我們都是觀察 它會慢慢自己吸收 那如果面積太大的話 可能會危機生命 我們會開刀開下去 那然後梗塞就是像河流的下面塞住了 那我們可能膽固醇很高 例如我都跟病人講 這個就是我們的血管 我不知道攝影機可不可以拍得到 這個就是我們的血管 是很乾淨的 那我們的膽固醇呢 就是這樣子慢慢的 就把血管一部分塞住了 那這樣子的話 它可能就是會有一些手腳麻麻的 或是有一些其他的症狀 那如果這個全部都塞住了 這個血管塞住了 那這個血管全部都塞住了 就是中風叫梗塞型 那它如果小血管一小部分塞住 那它可能就是一個手不能動 如果它一個大面積塞住 因為我們右腦是管左手左腳 右腦整個塞住左手腳都不能動 就癱瘓了 那癱瘓了以後 甚至它如果影響到我們的腦幹 它可能就是不能呼吸 那這樣子的話就非常的嚴重 那不瞞各位說 這個東西我今天特別帶來 這個是今年我們總額成長力協商 我跟眷跑會要求說 因為腦中風的病人多 我們血壓要控制得好一點 所以這裡都是要控制血壓 所以我們多要8.4億的一些圖 那我今年的開場牌怎麼說呢 我的小兒子35歲 他跟我說爸爸我台南一中的同學 就比較胖血壓比較高 那怎麼聽說腦幹出血 在陳大住院沒幾天 陳大就說 能不能腎臟捐給人家 器官移植就要拿 眼角默捐給人家 高血壓有這麼可怕嗎 腦中風有這麼可怕嗎 就是這麼可怕 因為他腦幹出血都壓迫到了 那這樣子的話 可能就會危及生命 那剛才我們講到一個 暫時性的血管阻塞 這個叫TIA 這個就是他血可能暫時流不過去 可能是5秒10秒 那你可能手腳不能動 那手腳不能動的話 他側支血管流過去了 這個是有福的人 上帝在警告你 還是說你突然不能講話 你腦部空中講話 就突然塞住了 過了10秒20秒 那你又可以講話了 這個就是上帝跟你講 你血管已經一半塞住了 甚至局部都塞住了 那快要全部塞住了 就要趕快找葉醫師 趕快搞心臟血管科的醫師 那我們可能要做進一步的檢查 那要做積極的治療 這樣子才不會塞住 才不會造成悲劇 不然的話你如果癱瘓了 我們不健康的餘命 台灣大概有7到8年 很多都是腦中風的病人 他不健康 導致不健康的餘命 所以這樣的比例真的很高 葉醫師那我想請教一下 就是腦中風的高危險群 是屬於高血壓患者嗎 原則上腦中風 不管是缺血性腦中風 還是出血性腦中風 就像王理事長剛才提到的 其實在一開始的症狀 可能沒有辦法區別 那通常患者來到急診之後 會做一個電腦斷層 我們再由此去判斷 如果說有看到出血 大概20%的患者 那我們就會判定是出血性腦中風 那如果是沒有看到明顯的出血 那我們就會判斷是缺血性 跟腮性的腦中風 那其實這兩個最主要的原因 都來自於血管的動脈硬化 長期的高血壓 確實是血管動脈硬化的一個 非常可能的原因 那另外有些年輕的患者 他可能大部分會腦中風的年輕患者 其實他可能本身都有一些三高的 這些病史 那可能因為可能覺得自己還年輕了 所以說沒有很注意 沒有很刻意的去控制自己的血壓或血糖 那其實血壓跟血糖控制不好 他都會加速動脈硬化的過程 所以他不管是缺血性腦中風 或出血性的腦中風 在三高的族群裡面 比例可能都會來得高一些 那許理事長我想請教的就是 大家都說溫差大也是一個很可怕的殺手 對嗎 對腦中風來說 對啊 因為血管如果劇烈的一個收縮 我想會是一個原因 其實最主要我們在臨床上 跟飲食比較有相關就是肥胖 對於肥胖的來講 如果天氣的一個變化 的確也是會誘發 他們這樣子產生一個症狀的 一個主要的原因 所以一般來講我們會見 體重一定除了血壓控制好以外 體重也盡量維持在一個 理想體重的範圍會比較好 那他注意的季節除了秋冬之外 是不是我有聽說是 其實夏天也是蠻重要的 因為進出冷氣房 一樣就是溫差大也是要留意嗎 對啊 只要是在溫差大的地方 其實就是血管會突然劇烈的 一個收縮的時候 都會有影響 所以剛剛說的 除了這些三高的患者 或者是肥胖的患者 要特別留意之外呢 其實就像剛剛徐理事長 也有說到的 最近的腦中風患者呢 有逐年年輕化的趨勢 我們這邊有段VCR 大家來看一下 台中一名無性女大生 年紀輕輕才二十歲 最近突然出現右側肢體無力 口齒不清的症狀 之後還出現顏面神經麻痺 進一步檢查發現 腦部基地核左側出現梗塞 一個二十歲的女生突發性腦中風 很不尋常 所以要找原因 所以就歸類在那種病因不確定 這種引元性腦中風 那只要是屬於引元性腦中風 這些病人 你就一定要排除心臟 這個部分引起的 醫師透過微創心導管檢查 發現患者是因為開放性 暖元孔形心防中隔缺損 所引起的腦中風 醫師表示 先天性心臟病的發生比例 約在百分之一 而在其中的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五 有心防中隔未閉合的情況 如果血液當中又有血塊 就容易透過循環到腦部 導致中風風險增加 你要去查病因 如果查不到明顯的病因 那我們就要去檢查心臟 是不是有存在一個 開放性的軟元孔 導致你的腦中風 根據統計 腦血管疾病是111年 國人十大死因的第五位 世界中風組織指出 全球每年有超過1200萬人中風 並強調 高達90%的中風 其實是可以預防的 曾有患者分享 因為平時不注重健康 等到了中風之後 才真正了解保養身體的重要 我糖尿病呢 第一個吃藥不好好吃 所以說我血糖一直都很高 聽周主任的建議 不吃零食 因為我們一吃零食 血糖就會上升 所以你這一天都在 血糖都高 所以說你就容易中風 你血糖就沒有辦法好好的控制 醫師也提醒 若是有家族中風病史 更應該早期預防 什麼叫中風家族史 其實如果家庭裡面 有人在年輕 我們講50或者60歲前 有心血管或者腦中風過 其實就是一個中風家族史 找出你有一個家族的遺傳的基因 也可以就是早期的預防 面對腦中風國健署建議 民眾可以透過運動 健康的飲食 定期量血壓 血糖等等 來降低中風的風險 腦中風真的有年輕化的趨勢 這個部分我們要繼續來追問 許理事長 就是你手上的案例 你看到的是腦中風 現在最年輕的案例 大概是幾歲呢 大概30多歲 30多歲 對 那他是為什麼 是因為生活飲食狀況不正常 還是說有什麼樣的遺傳疾病 導致他呢 他本身肥胖 然後呢 有血壓高的情況 就是高血壓 他沒有定期的一個服藥 然後加上他覺得他年輕 所以他就容易熬夜 對 然後就突然有一天早上起來 就是腦出血了 所以等於是在這個情況之下 其實他 等於是他平時就要去注意 那他需要去做定期 他怎麼樣才會有自覺說 我自己可能是有腦中風 基本上 一般來講 體重過重的 再讓血壓高的 他不可以自己 隨便把藥停掉 所以呢 一般我們還是會呼籲說 你的生活重新要正常 盡量不要去熬夜 那也要定期的去 監測血壓 那在飲食的部分 我們也希望 他的蔬菜跟水果 以及蔬菜的量要足夠 尤其上班族有時候 中午隨便的吃一吃 青菜量常常不夠 水果更不用講 那葉醫師我想請教一下 是幾歲以下的 中年人或年輕人 才算年輕型的腦中風呢 醫學上我們區別 就是年輕型的話 我們一般是以65歲來作為分界 65歲以下發生腦中風 大概就可以歸為是年輕型的中風 那其實剛才那一段新聞 他有特別提到那個患者 他本身是心房中隔出現的一些問題 但是這樣的個案基本上算是相當 相對來講是比較少見 那另外 理事長他也有提到就是相對肥胖 那特別就是說不注重自己 原本就已經有的血壓跟血糖 加上會熬夜 那這個時候因為熬夜本身 睡眠剝奪本身對於心血管 都是一種很大的壓力 它會打亂我們的膠感 跟副膠感神經之間的平衡 你一個晚上沒有好好的睡覺的話 你的膠感神經是相對是提升的 副膠感神經可能相對下降 那膠感神經活性 比較提升的狀況下 你的血壓就特別不穩定 會容易飆高 那另外就是你的心率 也會跟著增加 那這些都有可能是造成年輕 腦中風族群的一個原因 真的是年輕不再是本錢 我們要來請教是王理事長 我這邊有個數據說 45歲腦中風達到了18% 這個這樣的數字是不是算高 算高 因為理論上來講的話 開個玩笑 我們主持人比較年輕 血管很有彈性 所以怎麼樣它都不太會破掉 也不會塞住 那我年紀大了 如果我都不運動 然後我膽固醇高 我的血管就老化了 老化容易破掉 又塞住就更容易破掉 容易阻塞 就容易中風 所以說真的 年輕人是真的 中風要有很多條件 就是說第一 他可能都很肥胖 那肥胖血壓自然就高 我們體重每增加10公斤 血壓會上升10到20毫米鞏柱 你越胖血壓越高 那另外的話 你不運動 你的血管就沒有彈性 那沒有彈性的話 他一生氣 還是怎麼好幾天沒有睡 壓力一大 他就破掉了 或是他容易塞住 那所以這個就要很小心 那我們國家現在是很好 我們從前年開始 我們推行叫代謝症候群 防治計畫 只要你超過18歲 你血壓高 你胖一點 你就找你的醫師 那如果還有血糖高一點點 或是三根胖子高一點點 還是高病毒要低一點點 這個叫代謝症候群 我們就會幫你列管 那我們護理師就 每70天會打一通電話問你 有沒有瘦一點 你有沒有每天運動 每天追蹤 對 你要睡得好 甚至我們現在 健保室石頭娘署長 我10月15 在高一孝敬聽他演講過 10月20號 家庭醫學會又聽他演講過 上個禮拜六 在台大國際會中心 他又聽他演講過 他都講到這個東西 那我覺得這個很好 這個國健署 健保署都喜歡這個東西 他這個就是改變生活型態 他希望你一天吃一顆蘋果 意思就是說要吃得健康 那怎麼吃得健康 等一下我們許惠雅主持會 教大家 那第二要睡得很好 你睡得很好 你就沒壓力 第三你要運動 那你如果吃得好運動 你就不會太胖 那這個打蠶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要調適你的壓力 不要很不快樂 你要自己苦中作樂 知足常樂 另外要遠離煙酒檳榔 那另外你要有良好的人際關係 尤其年際大了 你不要一個人很孤單 每天亂想 你可能三姑六婆 大家聊天 我覺得這個都很好 那這個都做得好的話 理論上你運動 吃得好 那睡得著你的血管很有彈性 你要中風的機會就少很多 所以我們說真的 我當醫生那個時候都是出血性 就是血液很高 那後來我們血液的藥進步很多了 現在就是像剛才 葉主任講的都是梗塞型 那我在馬街的時候我記得 我車子就停車場在急診的門口 我要走經過急診 冬天的時候就一排全部都是胃出血 那個時候胃還沒有很好 就在輸血的 左邊一排全部中風的 都在弄氧劑的 所以冬天真的是血管收縮 他血液膏容易出血 但是熱脹冷縮 對老人家也不好 對年輕人是沒關係 所以年輕人可以洗上溫暖 老人家要很小心 真的是要特別留意 所以不管是年輕人還是老人家 只要身體出現哪些症狀 我們就可以判別是腦中風呢 先休息一下 歡迎回到節目現場 其實腦中風是有機可循的 可以從哪些面向來看呢 我們這邊也整理了一張圖表 要給大家看 你可以先看微笑 如果他是眼歪嘴斜 或者是臉不對稱的情況之下 可能就是要小心了 還有你可以請他舉手 看看他的手部 是不是無力在下垂的狀況 還有你也可以請他說你好 如果他說話不清不楚 這些以上的動作 都沒有辦法去做到位的話 就要趕緊打119了 這個部分我們一樣 先來請教的是葉醫師 為什麼說可以從這三個方向來判別呢 是的 因為腦中風的話 顧名思義就是腦部的某一個區塊 它的功能出現問題 那當腦部的功能出現問題 左側的腦它會影響到我們右側的臉跟手腳 那右側的腦會影響到我們左側的臉跟手腳 所以當我們出現腦中風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用剛才主持人提到的這四個 我們首先 首先可以看臉 臉部是不是有出現不對稱 就是你在微笑的時候有一邊的臉的肌肉沒有辦法被順利的帶上來 那剛才另外一個是講話的部分 因為腦中風它會影響到我們口咽的肌肉 所以我們講話的時候會變得含糊不清 變得講話不清楚有點大舌頭這樣子 那另外一支是手的部分 手的部分 這個時候要注意的是 我們要測試的方式是我們必須是兩隻手一起平舉 兩隻手一起平舉 是這樣子嗎 像罰站這樣 那最好是能夠手心朝上 朝上 手心朝上 那如果說有換側 它就會微微的向下掉 這個代表它是輕微的腦中風 它微微的向內側翻的時候 就代表說這一隻手它是出現問題的 那像當然相對嚴重的話 可能比較嚴重的腦中風 那這隻手已經完全取不起來或不能動 那就是相對比較嚴重的腦中風 那我想腦中風有一個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要的一個點 就是它通常 它幾乎都是突然間發生的 幾乎腦中風最大 跟其他慢性疾病最大的區別 就是它是突發性的 你上一秒還好好的 你可能下一秒症狀就全部出現 而且腦中風的特點就是 它的症狀一出現 就是馬上就到達最嚴重的情況 因為腦部梗塞的範圍有多大 就直接決定了你這次腦中風的症狀有多嚴重 所以時間點是非常的重要 那所以當你發現這樣的情況的話 能夠自己如果還有辦法記得發作的時間 或者是身邊的家人朋友 有辦法幫你記錄發作的時間的話 就是要趕快記住它這個時間 不一定要到非常的精確 因為這對我們後續送到急診 我們醫師做判斷 後續的治療會非常的有幫助 那許理事長在於判別腦中風的這一塊 你這邊還有沒有什麼可以補充的 我應該是先回到高血壓的一個飲食 因為我還是要提醒一下 基本上來講 我們會對一個高血壓患者 會有一個叫做德蘇飲食 其實它跟地中海飲食很像 那我想說在這邊 給大家再一個觀念強調一下 其實我現在看一下 德蘇飲食大概強調是五個原則 從開始選擇所謂的顴骨跟筋類 然後天天五加五的蔬菜水果 然後所謂的白肉跟豆製品取代紅肉 然後每天要兩杯的低脂奶 然後再選用堅果 這大概就是我們不同於以往 對一個高血壓患者 我們只會強調吃所謂的低鹽飲食 所以我們現在是希望 廣泛的去攝取多樣化的食物 那後來呢 其實在地中海飲食來講 它其實是把德蘇飲食 再講得更詳細一點 所以它從五個原則 到地中海會變成十個原則 那簡單的講 其實前面的那個五大項都差不多 我要特別強調的是 現在在我們亞洲版的地中海飲食 不再刻意強調要去多喝紅酒 你只要多喝水跟五糖的茶飲食 OK的 因為很多人會以為地中海飲食 我就是多喝紅酒 我就可以什麼預防中風之類 我跟大家講並沒有 因為尤其在國人的喝酒習慣是乾杯 不是國外的品酒 所以像這一點的話 我們都要提出一個澄清 不是說我喝了紅酒 我的那上面同會囉 之前都會說睡前喝一杯酒 什麼比較不會中風之類的 其實那是不OK的 那王林局長這邊呢 如果在腦中風的判別裡面是 我們剛剛除了說微笑 就是微笑舉手說你好之外 其實還有另外一種說法是 FAST 最後一個就是時間 就是要黃金搶救時間 對於在這個部分的話 你這邊有什麼補充的 我可以從最前面補充起 我們都希望你血壓控制的好一點 你中風的機會就比較少 這個就像在打基礎打根基 那我們2022年我們中華民國高血壓 血會跟心臟醫學會 就把血壓的標準從14090降到13080 甚至你如果有高風險的話 你家裡很多人中風 那你有很多心肌梗塞 12080以上就算血壓高了 所以你平常一定要常常量血壓 那第二就是說 我們很怕你膽固醇 膳固醇太高 把血管塞住了 你會中風 所以40歲 我們國家就免費幫你做健康檢查 那這個健康檢查 在我們診所大概就收50塊 會驗好幾樣 膽固醇膳固醇膳固醇 甚至糖尿病 肝功能 腎臟功能 全部都會幫你驗 那這個你一定要把握 因為很多人都不知道 他中風的都不知道 我們國家也有這個福利 那如果你不到40歲 我剛才講的 你血壓高 你胖一點 你找你的醫師 說你是不是代謝症候群 他還是會幫你驗這些東西 所以這個驗了以後 如果這個都正常 你中風的機會就很少 那你如果血壓很高 膽固醇很高 你就是一個中風候選人 那你就要跟家裡的人講 如果有剛才葉醫師講的症狀 或是我們最喜歡講局部症狀 我們身體都是對稱的 右手跟左手一手沒力氣 那可能就中風了 左手左腳一腳沒力氣 可能就中風了 就是你要對稱 那你本來可以講話不能講話 這個也叫局部症狀 那所以我常常病人就跟我說 我手很麻有沒有中風 那剛才那些檢查都正常 我還是會幫他握握手 加上用力握握的手 那如果兩手都力量一樣就比較好 一手力量比較差 我們就會懷疑 最重也可以在家檢測對不對 對 那這個就叫局部症狀 那你當然可以說都沒有高風險因子 機會很少 你也可以血壓很高 膽固醇很高 跟家裡的講 我有局部症狀 趕快送我去治療 趕快送我去找葉醫師 那這個叫下下策 所以我們都希望說 你把根基做好 你中風的機會就少很多 所以平常都要做健康檢查 就是這個原因 所以連是說腦中風 大家都知道 一出現症狀的時候 就趕快去找醫師 不過就像剛剛王理事長 也有提到的 人會覺得說我左邊麻 我右邊麻 兩邊不對稱 但是可能我一下子症狀就好了 其實然後我就忽略掉他了 那這種是不是所謂的小中風呢 葉醫師 這種如果說是一樣出現說 剛才提到的那些症狀 但是他有實現性 在短時間內就恢復 因為我們一般會定義說 這個叫做短暫性的大腦缺陷 那他的定義就是 你出現符合中風的症狀 但是你的症狀在24小時內就緩解 其實也有一些這樣的病人 我們也有一些這樣的病人 有中風症狀來到急診 住院之後他的症狀消失 那後來做了檢查之後發現 沒有血管的阻塞 所以這樣的病人也是有可能會住院的 那我想除了因為FAST 它其實是相較於就是 它是比較指 就是在大腦的皮質的部分的一些症狀 那我這邊還是要再跟大家呼籲一下 其實也有一些 比較不是那麼典型的症狀 並不包含在FAST 比如說你如果說有持續的暈眩 這個眩暈非常的厲害 跟你的知識不相關 再來就是你出現說走路不穩 原本走路很平穩 突然間這幾天為什麼覺得走路怪怪的 好像會偏一邊 但是你自己測試 好像又沒有說哪一邊臉歪 或是哪一隻手比較無力 那像這種中風 它的位置相對來講 就不是在皮質的地方 但是它一樣也是中風 一樣就是有出現這樣的症狀 就是覺得持續的暈眩 或是覺得走路不太穩 走路怪怪的這樣子 也是要及時的就醫 那徐梨市長我想請教一下 這所謂的小中風是 好像有個數據說 其實大家 小中風的就醫比例 其實只有百分之五十 跟大家覺得說台灣人中風 馬上就要去看醫生 有高達百分之九十六的比例來看 根本就是直接只有一半而已 為什麼會差這麼多 應該是說它的症狀可能 常常他們覺得說沒有那麼的嚴重 所以病逝感也可能比較低一點 那等到真正比較嚴重的時候 才去就醫的時候 真的就是來不及了 所以在整個就醫的比例統計上面 真的就是有略微偏低 所以我覺得剛剛我們從開始講 現在就是真的覺得怪怪的 還是及早去就醫會比較好一點 可是怎麼樣的怪才會覺得 讓病人會有病逝感 要去問問醫生他怎麼了嗎 要什麼 王理事長 我想我們把定例還是你清楚 這個英文比較清楚 因為我們叫TIA 就是暫時性的缺血的一個反應 那暫時性的缺血反應 就是說你可能右手就舉不起來 大概五秒那就好了 那好了以後 我們覺得你半年內中風的機會高很多 那你要做全套的檢查 這個叫TIA 我們叫暫時性的缺血反應 那我們通常中風又分小中風叫Mino 那大中風 大中風就是說你左手左腳都不能動 還是你就是癱瘓了 就變下去了 那假設你右手沒有力氣 還是左腳沒有力氣 走路就是拜拜 這樣我們叫小中風 所以大中風就是很明顯很慘了 小中風就是一個地方中風 那個時候你一定會去看病 因為你就是一腳沒有力氣 還是手沒有力氣 還是所有流不過去 那個我們叫小中風 所以理論上在英文是比較清楚 那我們現在這個小中風 我不知道是指TIA 還是指Minor Stock 所以理論上我想我們剛才講的小中風 可能是指TIA就是暫時性缺血反應 那這個的話大家會失去警覺 但是就是我剛才講的 這個有的人他就像我們葉醫師講的 一中風就突然來 突然就很嚴重 一下就很嚴重 這個就是沒有受到祝福的人 有受到祝福的人就是他事先 手沒有力氣 腳沒有力氣 不能講話 五秒十秒就好了 那這個就是老天爺警告你 這個就是暫時性的缺氧反應 所以不能說他症狀沒了 就覺得自己已經好了 這個一定要去檢查 因為這個半年內中風的機會很高 但是我覺得很多民眾就會想問 那他要做什麼檢查呢 你要找心臟科的醫師 至少要找家庭醫師 就是你的家庭醫師 心臟科的醫師 你要跟他講清楚 那在我的診所 如果這個人跟我講 我們就血液全部都做一下 那做一下以後 我們看情形 如果有需要 我講個例子好了 我當理事長當了快六年了 我當理事長的第一個月 我就眩陰症發作了 那我的老師陳孫生教授 就叫我去長根 你知道做什麼檢查嗎 頸部的血管的超音波 看有沒有塞住 所以你一定要去看一看 你頸部的血管超音波有沒有塞住 因為如果你頸部的血管 像這樣子都塞一半以上了 就是塞很多了 那快要塞了 那你可能很小心 你就可能要加強治療 要吃降膽固醇的藥 吃很強的藥 那把它降下來 這樣你懂我意思嗎 那另外的話 它可能還會幫你做 腦部的斷層射影 或是磁症造影 看看腦部有沒有哪裡 已經快要塞住了 或是因為我們腦部 其實現在很進步 它可以看你所有的血流 那動脈的血 它就是紅色的 肌脈血就是藍色的 那你流得很快 可能那裡有阻塞 它就流得很快 那紅色藍色分在一起 表示那邊也塞得厲害 那看起來就真的很漂亮 那它就可以評估你 到底你多久 可能有中痕的比例有多高 會不會很危險 要怎麼樣治療 所以還是要找莊科醫師 但是可以先找家庭醫師 出席評估 它會幫你轉介 這個是真的很重要 所以為了要搶救這個 急性缺血性腦中風病人的健康 衛福部在十月 他放寬了血栓溶解劑的幾部條件 我們來看一段VCR 為搶救急性缺血性腦中風病人的 黃金治療關鍵時間 健保署從十月一號開始放寬 血栓溶解劑及處置執行時間 由原先現急性缺血性腦中風 發作後三小時內使用 延長到四點五小時內 也可以使用 一年約新增加一千六百人受惠 健保署表示腦中風類型 主要可分缺血性中風 出血性中風 以及暫時性腦缺血發作 從2020年到2022年統計發現 因急性缺血性腦中風住院人數 每年約四萬人 值得注意的是 缺血性中風為腦血管本身 病變造成血管狹窄 或因心臟或其他部位血管之血栓 進而形成腦血管酸色 導致腦組織壞死和功能失調 醫師就說 若在腦中風初期及早介入治療 將可大幅改善 醫師表示 中風後部分病人無法回復 原有工作或需靠輪椅代步 嚴重者終身臥床 造成病人和家屬極大照護壓力 現在健保放寬血栓溶解劑給付之後 能有效降低死亡率及失能程度 也能促進病患身體復原 這個部分我們要先來請教的是 徐理事長 就是這個部分 他放寬的這個給付條件 真的對於腦中風患者來講 真的差很多嗎 基本上只要有健保 願意給付的話 我相信對民眾來講的經濟負擔 一定都是一個很好的 因為最近真的是 大家只要講到經濟的層面 一般的民眾大家都覺得 這個醫藥費怎麼越來越貴 所以我想健保的這樣子的 一個善意是好的 只是說民眾他到底知不知道說 他可以這樣子的去運用 他有沒有找對醫生 我覺得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那葉醫師呢 就你們的臨床的經驗來看的話 這樣的一個病患的一個 算是救治率嗎 它會大大的提升 還是怎麼說呢 從三小時放寬到四點五小時 我想要再回應一下 我之前剛才提到的 這就是為什麼說 我們說時間這麼的重要 因為你的打藥的黃金時間 就是在腦中風發生之後的 四點五小時之內 所以時間對於我們 在急診的時候是非常重要 那其實血栓解劑 他一開始 他使用的限制是在於 每中風後的三小時之內 但是前幾年他有逐步放寬 在三到四點五小時之內 你可以跟家屬做一個討論 如果你認為這樣子的治療 益處對患者是有很大的幫助的 但是是可以使用 但是那個時候的限制在於 就是必須是自費使用 當然因為後來 國外的文獻越來越多 也有很多的統合分析 就是發現說 其實你就算是在四點五小時之內 打到 它的效果還是一樣有 有打絕對比沒有打來的效果來得好 所以說我們今年開始 十月開始之後就放寬到四點五小時 那其實打中風可以使用的 主要的幾個限制 除了時間之外 他目前這個藥物 他最大的限制 還是在於說 他的年齡 因為十八歲以下 還沒有辦法用健保給付使用 那其他還有相當多的一些相關的限制 比如說你在近期三個月內 有做過重大手術 那三個月內 有曾經有腦中風過 或你之前 你本身有一些腦部腫瘤 或者是腦部之前 在近期內有開過刀 當然他的限制 那一些排除的條件是很多 那這些的話 其實就是我們當下在急診的時候 會去評估 跟所有 我們會排除了所有不能施打的條件之後 那如果這個患者符合 他十八歲以上 確定是缺血性腦中風 發作時間在四點五小時之內 那就可以施打血栓溶解劑 那汪林市長 我想追問的就是 我們這樣放寬的幾副條件 那是不是就等於 我這些腦中風的患者 其實就可以延後治療 這兩個意義是不一樣的 完全不要 是本來來不及的人 現在我們放寬 讓他來得及 那這個的話 大家大概不知道 我們血管如果塞住了 塞住了 你如果不馬上把它通掉 溶解掉 他就永遠塞住 永遠塞住 你就是永遠右手殘胃 左手殘胃 那你如果那個血栓 我們打一種藥叫TPA 以前剛出來的時候 大概要八九萬 現在看起來是便宜到兩三萬 那這個藥 你要早點打 那它還沒有塞得很厲害 打就把它溶解掉 溶解掉通了以後 它就神奇性的好轉 本來右手都不動 它就可以動了 呵呵啦 弄血翔啊 但是三小時是 很短的時間 為什麼呢 你想想看 你可能 他在睡覺 睡醒發現 那可能已經超過三小時了 那也可能說 你去登山 那你爬到山下 一手一腳 還是大家把你扶下來 或是說你在一個深山野外 或是你在家裡 家裡沒有人 那你還要再打電話 或是說如果 阿公阿婆 那家人沒有那個醫學常識 他就覺得 沒什麼要緊啊 時間就流失掉了 那如果你發現了你要趕快打救護車 那救護車來的時候 救護車如果很有水準 他會馬上通知醫院 醫院就馬上把電腦轉成攝影師 因為我們一定要知道他是出血 還是梗塞 出血你打這個要會更嚴重 所以你電腦轉成攝影師要做完 是梗塞才可以打 先判別是什麼病因 對 要三個小時內完成 那如果三小時 三個半小時呢 你醫生就要天人 自己抉擇你 是不是要把它改成三小時 那現在變成4.5個小時 大概就比較容易 有些人他本來是住得比較遠 趕到醫院來不及的 因為有時候遠到醫院 也要一個車程 那等救護車 有時候因為我們一個消防隊 就兩個救護車 有時候兩輛都出去 還要再等一下 所以有時候運氣不好的時候 真的會超過三小時 那現在如果超過四個小時以內 我們就有很多人可以受惠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很好很好的措施 以前三小時的話 比較少 你三小時到4.5小時 我們就沒有花那個錢 那個病人殘匯以後 他去護健 他受的苦 可能比那個兩三萬 還要多很多 所以我是覺得 我們是要早期治療 比往後的那些護健 省很多錢 所以與其掌握這黃金治療 三小時不如知道 怎麼去預防腦中風比較重要 歡迎回到節目現場 至於我們剛剛說的 衛福部放寬的幾副條件 這邊呢 葉醫師還有要補充的 我們先請葉醫師來這邊先解說一下 原本血栓溶解劑在三小時的限制之內的話 我們過去有很多的經驗都是因為他的發作的時間 來就诊的時間已經超過三小時 導致患者沒有辦法接受血栓溶解劑 那當然現在放寬到了4.5小時 我相信確實是有比較多的患者可以達到這個 可以接受血栓溶解劑的條件 那其實急性腦中風 他除了血栓溶解劑的施打之外 他還有現目前也有一種介入的方式 叫做動脈取栓的手術 動脈取栓手術其實他跟我們新導管有點類似 他一樣就是經由導管從我們手或屬膝部的動脈進去 然後到達我們腦部看到梗塞的地方 那他會直接用一個夾子 把那個梗塞的血栓直接夾出來 那藉由這樣子移除血栓之後 讓我們的腦部的那個通常 血管恢復通常 那目前來講的話 以前我們可能都會擔心說 是不是打完血栓溶解劑之後 再去做這個手術 是不是會增加腦出血的風險 但是目前的實證的醫學來發現 其實這兩個東西是可以並行的 換句話說 如果你是符合條件 你在中風後4.5小時之內 你如果符合所有的條件 你可以接受血栓溶解劑 然後也可以再接著去接受動脈取栓手術 目前現行醫療上 是這兩個是可以並行的 而且發現研究顯示 發現如果這兩個並行的話 對於病人的癒後 也會有比較好的幫助 那王理事長這邊是不是還要再補充 簡單的講 如果他塞得不太嚴重 我們打TPA可以把它溶解 那是很好 那如果他塞得很嚴重 全部都塞死了 不太能溶解 我們就是像剛才也是講 我們有一個從動脈進去 把它夾 那還有一個網子 怕它掉下去 還有一個網子 把它夾住整個把血塊整個抽出來 那這樣子的話會戲劇性的好轉 而且這個本來是八小時內要做 現在它換寬到二十四小時要做 那這樣子的話就有一些很嚴重的人 他因為血塊太大了 那個溶解劑溶解不了 他就直接去 那這樣子的話可能會完全好 所以這個科學的進步 醫學進步真的是讓我們覺得說 可以做得這麼好 所以最重要的是假設我 我假設一手一腳 還是一手不能動 我一定會跟我家人講 趕快打電話叫救護車 趕快叫救護車 跟他說我是中風 跟醫院講 跟救護車叫醫院整備好 我去就要馬上做電腦斷成攝影 看是出血還是梗塞 這樣就會很快 所以家人一定要有那個概念 就是說他一手一腳不會動 不能講話中風 一定要跟救護車講 那你看就是要送你去哪家醫院 要跟對方的急診講清楚 那這個的話 我們還是要稍微抱怨一下 我們那個三小時變成四點五小時 估計要多七千萬 那如果我們取酸數八小時 換到二十四小時 估計大概要一億元 那這要多一點七億元 那理論上我們放寬了 一點七點誰要出錢 當然是我們眷保總和要出錢 可是我們沒有編這個預算 沒有編這個預算 就是我們醫生的薪水 一塊變九毛少一點 那大家來做這個好事 這個叫做功德 那偶爾做功德我都不反對 但是我是覺得說 如果有很多這種事情 因為他真的需要一點七億 那你總是要編這個預算 那所以理論上我們都希望 眷保署你要換寬什麼 需要什麼錢 一定要編預算 不是說叫所有的醫院自行吸收 這個真的要講一下 謝謝 這個部分就是衛福部跟醫界這邊 我可以好好的再來討論 不過我們現在看到 腦中風要如何預防 這真的是一個很大的學問 我們這邊有一張整理一個 腦中風紅色警報的評估表 這也就是所謂的八大危險因子 包含了哪些 包含了血壓 膽固醇 糖尿病 心房顫動 吸煙 體重 還有運動習慣 還有腦中風的家族史 如果說這八大危險因子裡面 只要任何三項都有達到的話 你就是高風險 高風險族群 這個部分我們來請教的是許理事長 就這八大裡面 他腦中風也是會有遺傳的嗎 對 他跟家族史一定也是會有一些關係 所以其實我們還是會用家族史這樣子來一個簡稱 所以一般我們在回顧他的疾病史的時候都會問說 他的家族裡面有沒有人有高血壓 有沒有心血管疾病 那就是會提醒他要注意這樣子 那葉醫師在這個八大危險因子裡面 你覺得你怎麼樣就是要提醒民眾去留意呢 是的 那如果根據這八大危險因子的話 當然高血壓 膽固醇或糖尿病 通常病人他都會自己知道也有可能有 已經有在規律服藥 那吸菸體重運動習慣跟家族史 這些 另外這些 他是屬於可以改善的 比如說你只要戒菸減重 或者是改善你的生活習慣 其實這些都是可控制的風險 那我想要特別強調的 就是心防戰動的這個部分 因為心防戰動也是在八大危險因子裡面 但是這個東西通常我們自己很難自己去察覺 因為心防戰動他不是一個 很少是一個先天性的問題 他其實是一個 也算是一種退化性的問題 當然我們年輕的時候 可能心事跟心防之間的傳導是沒有問題 但是隨著年齡真大 到了老年之後 我們的心臟肌肉會稍微擴張 這時候他的傳導不那麼順暢的時候 就有可能會出現心防戰動 那我們知道我們的血液 是從心防到心室 到心室之後再打出去到腦部跟全身 為什麼心防戰動會造成腦中風 因為我們可以想像一下 在製作豬血膏這樣 他就是把血放在那邊 那他就會凝固 那心防戰動就是說 你的血沒有辦法很順利的 從心防打出去到心室 再攻擊到全身 所以你就會有一部分的血液 一直滯留在你的心防裡面 那血液如果滯留在心防裡面 就會容易形成血栓 血栓形成之後再到心室 再往上打到腦部 就有可能會塞到任何一條血管 造成腦中風的症狀 所以心防戰動這個部分 其實我們也是我們住院檢查 一個相當重要的一個部分 那剛剛王理事長有講到一些相關 就是一些檢查 包含說頸動脈超音波 或者是腦部的核磁共振 這些都是例行的 但是特別在於心防戰動這個部分 我們住院期間會做一個 二十四小時的心電圖去抓 你看你有沒有出現持續性的 或者是蒸發性的心防戰動 為什麼心防戰動那麼重要 因為它跟我們接下來 所要使用的藥物的治療 會有關係 如果你是沒有心防戰動 造成的腦中風的話 一般後續治療 穩定之後後續治療 是以抗血小板藥物為主 但如果你有心防戰動 這個時候我們就要變成 去要預防凝血 所以你這個時候的治療 就變成轉換成 必須是抗凝血劑 這就是為什麼心防戰動 我認為在這個八大指標裡面 是相當重要的地方 因為它最容易被忽視 不容易自我察覺 同時它治療的方式 跟其他腦中風會稍微有所不同 那王理事長我想請教一下 這八大危險因子裡面 還包括了一個沒有運動習慣 就等於是希望大家 要有固定的一個運動習慣 去讓自己身體有一個好的循環 但是又一個問題是有心臟病死的民眾 又好像不太建議有太激烈的運動 但是他又是高危險族群 那他怎麼辦 我們運動有很多種 那他可以不要做劇烈的運動 做緩和的運動 例如說我們現在也有所謂劍走障 我們代謝症候群有那些劍走障的運動 那你可能就是說你有兩隻腳 那兩隻手拿上就有四隻腳就不會跌倒 多少就有肌肉的張力 那再回到這個問題 預防中風最重要的我覺得是血壓高控制好 這個是WHO的表格 他就是說高血壓是一個全球健康的議題 他認為什麼造成死亡最重要 第一個就高血壓 第二個是抽菸 第三個是糖尿病 接下來是空氣污染PM2.5 第五個是肥胖 所以他認為高血壓 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什麼 叫五個有一個 他說全世界高血壓病人 五個就一個接受到良好的控制 其他四個都血壓高 都容易中風 這個是世界的統計 我們台灣比較進步 我們台灣的話就是國健署跟那個台大公共衛生學院 他的統計是台灣高血壓的病人 有30到40%有到良好的控制 換句話說100個病人 有60個到70個血壓還是太高 那血壓高就容易血管硬化 就容易出血性腦中風 那第二個就是我們剛才講的膽固醇 那膽固醇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膽固醇我們有一種藥叫Stardine 他可以在我們的肝臟把膽固醇代謝掉 有一種叫Azitamide 可以讓我們的膽固醇 跟我們的食物從大便排泄掉 那這個膽固醇 尤其低密度都會讓我們的血管塞住 那這個Stardine 我就講過 為什麼我當醫生的時候 100個死亡的有30個 現在剩下6個 就是這個Stardine這個藥 那這個藥的話是民國74年才發明 85年才上市 85年以後我們才有這麼好的藥 那這個藥的話 他如果可以把我們的血管阻塞降的一半以上 他的讓我們低密度降一半 他血管阻塞就會越來越少 那在美國的話 他低密度的標準是洪衛豐醫師說七十 美國是更嚴重 他說三十以下最好 可是我們國家 因為我們眷保會太便宜了 我們國家假設你是五十四歲的女生 我們規定女生五十五歲高風險 高血要高風險 五十四歲女生沒有高風險 低密度要一百九還不能開藥 還要過三個月一百九才能夠開藥 那所以我們國家就是這個藥 如果可以放寬使用的話 因為我們這個實在是太嚴格了 這個就是我們擋固存的藥 用藥管理的太嚴格 為了要省錢 那如果這個可以開放說七十一百 我們大家都可以用藥 甚至一次高可以用藥 不用說一次高 三到六月再驗一次 有一次我是六個月過五天用 他說不行 要六個月內 六個月過五天又算第一次 所以還要再三個月再抽一次血 那我們管理的這麼嚴格的話 我是覺得大家如果可以多繳一點保費 還是多編一點預算 我們這個擋固存把它降得低一點 就不會梗塞型塞住 因為梗塞型的中風到達百分之八十 那另外主持人剛才講的一個問題 就我也順便講一下 中風會不會遺傳 日本的秋田以前都吃很鹹 那阿公吃很嚴格 食物如果煮淡一點就被罵 所以食物也煮很鹹 大家都煮很鹹 很鹹血要很高 那這些移民去美國的話 第一代吃很鹹 還是中風比例高 第二代中風比例就降一點 第三代以後 它中風比例就很低 跟美國一樣了 所以是生活習慣會影響到你容易中風 那有家族史但是不算遺傳 有家族史不算遺傳 家族史就是基尾比較大 遺傳是1.A 所以我們中風不太會遺傳 但是生活習慣會嚴重的影響到它中風 如果一樣就是維持在高油高糖 這些的話就很容易是高危險因子的部分 那我想請我現在秋冬 大家很容易就是上班族有一些會頭痛 那頭痛它可以說是